各国驻华外交使节一行十二人 于九月九号到中兴新村拜会台湾省主席周志柔 探寻有关中南部水灾灾情和重建等问题 并在省府会议时举行灾情简报 简报结束以后周主席陪同外交团视察灾区 有些学校校舍也被水冲倒 学生们露天上课令人极为感动 在灾民收容所内 这些驻华的外交官们对灾民深表同情 并深至慰问之意 然后外交团一行转服大渡桥参观 他们一致认为省府在水灾其中救济灾民 抢修交通策划重建等工作 切实迅速效果宏大 表示极为赞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